哪一个选手或者球员是令你最深刻最大的竞争对手 肯定是KL6 如果他再出现一次在现在这个时代的话 他也会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篮球运动员 会改变篮球的很多打法和规则 做了那么多年的慈善 感觉最难的时候是什么 中国有句古话叫墨益善小而不为 哪怕只是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 实际上也是应该去做的举手致劳 我们看到的困难 内地和沿海地区的一些差距 使我们更加有动力 贡献自己的力量 不敢奢望说靠我们自己可以把这东西都抹平 但是我们希望可以影响到更多的人去做这些事情 点点滴的汇聚最后形成一些改变 在某天您发现自己突然成了明星 在那么多美光灯下有没有曾经觉得稍微有点迷失过 有很多年轻的小明星其实在稍微成名之后就开始被拉去做很多的综艺 他们没办法再精进自己的事业 您作为前辈对这样的现象怎么看 您有没有记得自己上班了第一次拿的第一份工资 拿在手里边感觉很开心吧 但是应该撑不到月底吧 这种迷失谁都会有 只不过有些人可能会迷失的时间长一些 有些人可能迷失的时间很短 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身边的人很重要 选择和谁做朋友非常重要 我们都要有一个正确的这种价值观 肩负起责任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